畢業及事業 我是落魄的提寶生 你的專長是什麼 我是田徑短跑 畢業之後找工作 碰到什麼樣的時間 麥芙是逛街 就是看到店面有真功讀生 他就說了一句話 你們體育生 頭腦簡單實體發達 那你當時為什麼 鼓勵他去做提寶生 讀體育系真的頭腦 不是說很好 讀書方面也不是說很新 今天晚上九點鐘 爸媽球很大 爸媽